当了我,我中文名字叫陈奇,然后呢,就妹呢,因为在家里他们都叫我小姨嘛,然后我过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方便,我就用妹当英文名字,那,就从小了就是,哎,在家里也是,妹妹就妹,在家里也挺分顺水的,就是说从小那个,就因为我爸妈都在,我爸在当地也是很聪明的中医师嘛, 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是无忧无虑的,那到后来呢,就想就是说,因为我们那边就觉得说,哎,那时候买美国很好嘛,父母他们就想说把我们嫁到美国来,就这样子过来了,卖猪仔,我们俗称卖猪仔,这一卖的话呢,就把我成人生都卖,都卖,都卖暖掉了,我觉得,因为,嗯,你结婚几年了,结婚我女儿上大学了,哦,二十年了,我现在, 他们两个童年,我现在,我两个女儿,然后呢,我来了十,也十七年了啦,然后就,就过程也是,反正就,因为觉得就是说,来了以后就感觉说,哎,在美国好像蛮辛苦的,但是, 但是,哪里都辛苦,这个话不对的,但是,但是就是说, 嗯,因为我比较单纯嘛,我也觉得,因为我的理想那种生活中,好像美国就好像,身体想,哎呦,美国肯定很好,来了以后就,就怎么样, 因为思维,就是说,那种,我觉得头脑是比较单纯的,美丽的思维,那来了以后呢,就现实跟理想就很大反差,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后来就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要达到那个目标,不能不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我自己的社会就好像,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想到达到目标,就是书念完了,做事,得心,嘿嘿, 但是每個人都有一個理想中的生活 我那個朝代 我那個朝代 那你們後來的我就不知道 然後我們就很辛苦的讀書啊 做工啊 反正就這樣很正常的生活 然後帶小孩 家庭 然後呢 這十幾年就還好嘛 然後在醫院就還有一份工 就是說 full time 也做了十一二年 然後當時就也跟他認識在地產公司 同時因為我喜歡地產的那種就是說挑戰 但是同時又擺脫不了那種 好像穩定性的那種的狀態 我不喜歡太奮波的那種 然後就兼職嘛 然後 你現在在醫院做事啊 一路做到現在 就家庭啊 工作什麼兼職 兼務嘛 然後呢 自己的人生呢 認識了這麼一大班朋友 特別是Lina嘛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這人比較緊張型的 就是說怎麼樣說緊張 他比較無所謂 我呢 比較講那種好像 匡匡條條比較多的人 然後呢 就比較 你匡匡條條比較多還是他 挑剔比較多 但是他就是太沒要求了 他來到你家拿著拖把就拖了 你想想看 對 我是看不到的 我知道 他看不到的 他家就是 我腳踩不過去 說跟你講 他的床長蟲都可以活下去 對 然後我不敢批評人家 我家也是蠻亂的 因為我老公到處都是書啊報 我到處都是衣服 所以說我都是 所以說其實人生很簡單 我這種人生太簡單了 就是平平靜靜過生活 就是開開心心 這也是大部分人都是過著這種生活 這也是大部分人都是過著這種生活 太平常了 那大家要來喝一杯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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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到美國 我來美國也哭了幾個月 我來美國也哭了幾個月 我哭了幾個月 哭幾個月 你為什麼要哭呢 你為什麼要哭呢 不惜哭 你想想看 我在談笑 這是我的目標 我為什麼要哭啊 這是我的目的啊 我為什麼要哭呢 可是不一樣 因為你從香港來的 你是從香港 有人跟你帶來 有人後台 我是 你從香港就很有錢才來這裡的 他們是 你來這邊 我來這邊 我在台灣很大夢 在台北 我做報幕員 做那個 在電視報 薪水都比人家高四倍五倍 那不是公英門 江蘇是哪個 實際上台北呢 那出國是一千多 我就做六千多 在電視台了 啊 而且當各位 那些什麼人 什麼人都做小姐 尤其外省小姐 很多人追啊 來了美國 你看又要做什麼 又要做那 可是 可是我很堅強 人家叫我做委訣 走不去 我在華社區要教書 我在大庚的辦公室 打字 我就是不要做餐 我一來做一份工間 做餐館 做了兩個小時 就沒辦法頂不住了 連錢也不拿著走 我弟弟 我弟弟教書 我弟弟念書 是做個 做個委訣 職業的委訣欺負我弟弟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 在台灣啊 所以我老公留學的時候 都做個委訣 你來有沒有做過工啊 那你很拉批啊 那你很拉批啊 他很張藝 對 對